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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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的車怎麼還沒到 莊長 李宗盛 李宗盛 十五分鐘之後就沒貨了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他現在還在塞車 華真邦可能在趕車回來 別再等了 大家快點開箱拿貨 知道了 好了 好了 好了, 大家保重 對 我去拿零記吧 走… 來… 保重 車來了 到了 來了 走了 走了 二叔 二叔 鎮邦, 怎麼樣 貨都到了 還站在這裡 快點爽手 快點… 快點… 鎮邦 做得好 非常好 我還是盡力 鎮邦 怎麼連意外都搞定 鎮邦 別吵… 我陪了… 我陪了… 馬上給我倒酒 好… 謝謝 就是這樣 今天只是發生了小意外 我看接下來那兩天不會 二叔 鎮邦全事不成功 是不是只可以把貨倉套現 神殿老化 沒錯 我反對 今天只是僥倖成功 即使山脈也不能作盡 我認為你應該事業一個月才行 鎮邦, 車廠的事 是否應該交由現任廠長的決定 你… 公公 算了, 事先說好 我們不能言言無信 走吧 鎮邦 鎮邦 你去了哪裡?找了你一招 我就是走了幫你 你幫我? 我花了一百元 找了兩個司機 叫他們塞著路口 誰知道華鎮幫他… 鎮邦 怎麼了? 有壞消息告訴你嗎? 怎麼壞得武林報警上線? 連交通意外也搞定了 我們沒有事搞不定的 那個意外是人為的, 是鎮邦 說 到底是誰的主意 不出聲了吧? 那就是你們兩個一起做 我一起罰 是我做的 鎮邦 你先出去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鎮邦 我不能讓他成功 他成功就亂來, 到時就不堪設想 閉嘴, 我就怕你這麼說 你真的不適合在車廠做 他就算是錯, 出罰檢也是為車廠 為車廠好?我真的看不出來 我煽你又怎麼樣? 你好大喜功 你贏的事後就會再賭大一點 到時拿整間車廠去賭, 然後輸賣 你也不是沒試過的 所以你這麼幼稚, 還不是這樣的? 鎮邦爺, 我有事得比你發瘋 你來香港, 一起就弄了很多間廠 走投無路, 就來燒賭你的間廠 你說過沒有? 我告訴你, 只要有位子 都不會讓你亂來 夠了, 你們說完了嗎? 一見面就吵, 還動手 你以為你們更厲害? 這件事是鎮民的錯 鎮邦, 我會給你一個交代 要不然再給一支機會鎮民 讓他將功補過 既然鎮邦說他的計劃可以提高產量 那就要先找到訂單 留下鎮民, 他能幫忙 我贊成 但我想讓生產主導銷售 也就是說 我打算是下個月生產多五百戶車出來 拜託你幫我把五百戶車訂單回來 做到的話就當我無數了 做不到沒有勉強 你放心, 我一定找到 如果我找不到, 我忍夠辭職 怎麼了?死死死死的 真是對不起, 今次要你幫我吃死媽 行了…這件事要入土為安 別再提了 但是… 但是什麼是 你不是要儲錢買房子給你媽媽嗎 這份工對你很重要 我沒所謂 就算被我爸爸炒了 我還要回去賣洗頭水 是 話說回來 以後別再做這種傻事 我們對付敵人 贏也要贏得比較光彩 但是你以後找訂單會很辛苦 找訂單我不怕 最怕和爸爸面臉了 回來啦? 是呀 吃飯了沒有? 吃了 爸, 我買了蘋果 我現在洗給你吃 我現在不想吃 來, 讓我洗 我切出來給你們吃 好 老爺, 你的孫子買了蘋果 出來吃 對, 我知道 爸, 這是什麼? 沒見過的?哪裡賣的? 不是賣的 是丙兒在香港帶來借給我們用的 那她好不好用? 外來東西好不好用?要試過才知道 那這裡看我能不能接受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接受鎮幫? 打我不是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什麼事, 婆婆? 你幹什麼? 廚房裡有一隻大老鼠 不用怕… 好了, 你明知道我老婆怕你 你還敢來? 讓我抓住她 公公我幫你 快點來 媽媽, 先抽下 嚇死我了 那隻老鼠從哪裡來? 是呀, 我們的房子這麼好 怎麼會有老鼠? 是呀, 我去看看 我來了 婆婆, 抓到了, 筋挺重的 你還不快就扔掉它 不用怕, 扔掉它 你們沒事吧? 沒事… 沒事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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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邦, 你來了這麼久 都沒有帶你來這個地方吃早餐 來, 嘗嘗北京的風味 別客氣了 好吃, 豆味很濃 你和香港的豆漿不同? 是呀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口味 就說你和鎮民在不同的地方長大 所以思想和行為都不一樣 我明白的 我不會這麼小器, 生了鎮民 當然了, 畢竟是一家人 我不生他不是因為他惡同弟弟 但我覺得這件事很可疑 你真的覺得是鎮民做的? 你經常說做生妖, 均均均均均 他這麼重視公平誠信 怎麼用這些手藥來認我呢? 你們看問題挺透纏 不過這件事我不會再追究後果 既然他已經認了 就一定要承擔後果 說不定這次是個鍛鍊的好機會 老實說, 這次也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這次交通以外 我們重新檢討一個零倉存計劃 我決定在車間 劃分一個零部件存放緩衝區 萬一有什麼突發意外 都不至於短時間之內停車 還有, 時間方面我會重新計算 盡量找一些二十公里範圍之內的 供應商作為長期合作夥伴 所以無論是誰搞破壞也好 都算做到幾件事 照這樣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獎勵一下鎮民就對了 你聽了就算了 免得他找藉口推翻原判 Peter, 永彪 好, 我想通知你一聲我果華牆 今天第一次上班看你什麼關照 剛好你公司想買鋼材? 好啊, 沒問題, 吃飯聊吧 好, 先謝謝你 你公司會是鋼板和熱紮鋼材的 數量不是多, 應該不難找的 不過期間趕點 我盡快和你聯絡幾間鋼鐵廠 找些質素高一點, 穩定一點 再叫我價錢給你 我知道趕點了, 拜託你 別客氣 怎麼了? 怎麼了? 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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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喝茶而已 Peter, 是不是? Will 對 長時間Rosy 怎麼回事? 你們認識嗎? 誰知道認識, 很熟悉 怎麼回來香港這麼久都不找我 我完全失去聯絡 不好意思 早兩天我遇到寶慧 第一時間想起你 不好意思, 朋友來了 遲點替你喝酒 好, 照顧 記住你, 好 好 世界真小了 你認識Will嗎? 沒有, 有些生意來往 對了, 誰是寶慧? 她太太, 模特兒 她結婚了嗎? 結婚了嗎? 結婚了很久了 或者她的人低調不想說出來 免得影響工作 你好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特地飛回來找你 你找我幹什麼? 我跟Ryman分手了 永彪, 工作完了 你現在回來幹什麼? 我打算回來找你拿報價單 你的客人有問題嗎? 你趕時間嗎?是不是有男朋友? 我跟Will還小嗎?感情穩定了 就不用夜見了 你們經常不見, 你信得她過嗎? 不信她, 跟她在一起是不是很爽 或者是有些事不想讓你知道 沒有跟你說到呢? 如果我會有些事不想我知道 一定是不想影響到我, 傷害到我 所以不自然比自己好 為何你不肯跟你說完這件事? 沒有 我想跟你說, 如果你有什麼事 你一定要記得我們要離開 永彪 我知道有些事可能你還要放得下 我知道你還要很關心我 但你也要關心你自己 不要只顧著上班 好, 至於報價的事我們明早再見 好, 明天見 再見 再見 咖啡 謝謝 你不要再吃一輛汽車 不覺得可惜嗎? 我回到香港想過新的生活 之前的事我不流亂, 沒什麼可惜 我知道你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你順不順也好 這兩年來, 無力在我身邊 我吃不下, 睡不好 連工作都沒心機 所有人都退了所有工作 特地回來找你 我現在 對不起, 我已經有女朋友 其實, 這麼多有心未準備 你在哪裡住, 我送你回去 現在這麼晚, 你不是要趕我走嗎? 好 好 你睡後上, 我在這裡睡 我要出去一會兒買點東西 好 WELL 對不起 驚喜 謝謝 你是WELL的女朋友? 是, 我叫菁瑜, 你是… 我叫寶慧, 是WELL的太太 喂? 永彪, 你在哪裡? 菁瑜 什麼事?你現在在哪裡? 我是會在家附近 那你等我吧, 我現在盡快過來 來吧 我們在家附近兩年 我們最少來多 加上我們之間有一點誤會 所以才開了一點時間 那你這次回來 我想到WELL伏合 你們已經分開了 現在跟WELL在一起的是我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你跟我一樣 都是很被毒 但是你要知道 缺電權不是向你和我毒 而是向我WELL 菁瑜 我…我找不到他 我現在不打電話號碼 我不知道他去哪裡 你說我去哪裡 你冷靜點 對不起 我…我很混亂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找誰找不到, 你就找WELL 我本來想去 她是打算給我敬起她 誰知道 我想到她見到她的老婆 她…她見到我見了婚 她…她想到… 她久前不正… 她…她為什麼要這樣欺騙我 為什麼 我… 不要想太多了 再見 我回家去洗澡, 早點睡覺 有什麼明天才算 謝謝 今晚麻煩你, 不好意思 我跟你用什麼說不好意思 走上去吧 菁瑜 你不要騙我 你怎麼不騙我 你怎麼不騙我才知道 你結婚了 對不起… 你放開我 菁瑜…你讓我解釋 不明白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我一直在這裡等你 就是不想摸你 五年前, 我認識了一個模特兒 我們拍拖三個月, 走結婚 我們大家做事都很忙 見面很少 但是我還是覺得大家很愛大家 兩年前 我發覺我太太和我一個好朋友 有婚愛情 然後她走了 我想懵惰她 我不想再想起一個更痛苦的感覺 如果你想早點跟我說 你就不用這麼痛苦了 對不起 我不想壓力 你不想哭 我會跟她幫你分手足 真的嗎 真的 但你可以否答應我 以後有什麼事 你也要坦白跟我說 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你答應我嗎 我答應你 我答應我 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我還沒謝謝你 每次在我最困難最不開心的時候 你都在我身邊 看來你們沒事了 她說會跟她老婆離婚 希望她真的會對你好 要不要幫忙 其實我趕著走,不是趕著拍拖 是因為拉叔和我堂妹 今晚回來香港 那你先走吧 我幫你把妹妹弄好就行了 那…謝謝我 不用 謝謝你 再見 再見 謝謝 進來… 回來了 娜姐 不用…娜姐 這麼重的事讓我們男人做 大叔何時都這麼有風度 是,男人沒有風度 跟車子沒有四個路沒有分別 都是什麼事 你娜叔,死性不改 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還說這麼多幹什麼 快點拿行李進房間吧 房間我們分配好了 好了,青男女就跟青妤上去 今晚睡去房間 你睡去房間,行李家庭 來,幫忙行李家庭 來 好 這個就是李大伯 說話就這樣就是這樣 慢慢來習慣 跟家姐上課 進來吧 來,臣姐 房間小一點,還會屈臭 大家一家人 綁大一點、小一點有什麼所謂的 最重要是把床舒服 夠硬正,還是大嫂知我的心意 是你大哥一手一個就搞定的 大哥,你經常說我死性不改 其實你死性不改 要不要連廁所玩用什麼顏色都幫我減 爹爹 香港的夜景真是漂亮 別的都看不到 有什麼? 經歷了一場金融風暴之後 已經失色了很多 爹爹 你長大了,又大學畢業 是時候出去找東西做 其實我也是這麼想的 不過現在香港經濟這麼差 搞得我自己也有點擔心找不到工作 今天找不到就明天找好 總之一定要找到工作 要知識其力 不可以每次都自以大白 他要擔心成頭家 真是不容易 我們可以幫得到多少 都盡量幫他,知道嗎? 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打算找幾個朋友出來談談 看看有沒有什麼生意製造 沒想到也沒所謂 好,讓我快點找到工作 賺錢,養了你又怎樣 傻丫頭 爹爹還有點錢在手 只不過我不想助食三賓 所以我要得起心肝賺錢 爹,我覺得你又男人了 又成熟了 當然 我要做個好榜樣給我寶貝女看 鄭先生,楊先生,馮先生 我是徐經理 華先生 你不是在福祥門嗎? 應該會來了這裡嗎? 事勢不好,福祥門那邊有財源 幸好我在這裡做一個部長 在香港的事真是惹成這樣 好了…別說我了 幾位老闆來這裡吃飯的 一定要開開心心才對 今天特別介紹 一元一隻笑春雞,值得吃 你們這裡也一元一隻雞? 是呀,現在樣樣都減價 不出新桌頭,怎麼能留客人 好…先幫你下單位 華先生,錯錯,有什麼需要再找我 好 香港真是頑皮 人工又便宜,物價又低 真是經濟萎縮 一場金融風暴之後,個個都招爛 個個現在就撲水打狗 石哥,你現在拿著那塊錢 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也在想著 看看有什麼生魚仔搞的 有沒有興趣進入股 來我的級別? 老實說,你認識人多 介紹人們進會 到時候有紅分的 是呀? 是呀,你又這麼喜歡打球 不閒開會,社交客 與工作與娛樂,適合你 聽起來也不錯 你這裡的會員多數都是什麼人 全部是超級大富豪 現在這個世界都被他們玩了 好像那個危天行一樣 聽說又搞什麼舊區重建 真是被他們玩了 別說這些壞事了,對了,石哥 打算進多少股份去玩一下 先去玩一下 沒所謂,就找人坐下來聊些細節 好,石哥爽快,我們合作愉快 來,乾杯… 合作愉快… 怎麼樣?他們請不請嗎? 請我,我就不會這樣 這樣吧,我現在很煩 很煩嗎?你先冷靜一下 你不理我嗎? 你還想騙我?你的戲很假 那你配合一下我行不行? 這麼聰明,讓你一擊即中 證明這個老闆也有一點眼光 我是你的女兒,也有一點你的基因 好,為了慶祝我們優良的基因 還有你找到工作,我找到新的生意 我們買一支美紅就回去可賀他們 好,今晚我陪你借一晚 好 忘了拿回我的利力 這些也是我的基因 你先去拿車,很快就下來了 真是麻煩 是,魏先生開了聲,怎麼可以不幫忙 他小女兒什麼都不懂 你真的要多教他 我看他挺聰明的 應該很快可以上手 是… 不如說到教,不如看魏先生教我 進去幾天你就做好一個 好了 青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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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媽媽 青霖,你不要亂丟臉 你放手,好嗎 發生什麼事? 媽媽只是想幫你做點事 你不明白了,現在出來做事 一定要靠關係 就算是靠關係 我也不想靠你的關係 更加不想靠那個男人的關係 如果你想幫女兒做點事 你就讓她冷靜一下 你再這樣糾纏下去 只會讓她生氣你 你必須這樣嗎? 我知道你討厭我 你也不用把女兒一起討厭我 你對我不住也做不夠 還要挑會我和女兒 你說了去哪裡? 我沒這樣想過 我只不過不想你們繼續重來 不是你,我不用站著這麼吵 你不要打破你說 明明是你先對不起你 你別說得好像全世界欠了你 就這樣吧,車線 爸爸,我先上車 青龍,我不是這樣的 你不要聽你華家的人說 一定是他們在你面前那些 很多次說中傷 你不想見我 不關人的事 是我不想見到你 每天都在你你 priv媒 我都找不得了 好人 我都可以擺盤 你怎麼回答 不想問你 你怎麼回答 去哪裡 你怎麼回答 你什麼事 我怎麼回答 我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是什么 是什么 剛才有否嚇到你了? 剛才真的很危險 如果是避不了, 避不及 你是擔心我, 還是關心她? 我最擔心和關心的是我女兒 我對華民石沒有幻想 為何女兒都不黏我 我真的不能再給他任何藉口討厭我 我為人就是這樣 我不容許人阻礙我的腦袋 如果他不識趣, 要跟我鬥 我一定不會客氣 華民石, 他只是個大小孩 他哪有能力跟你鬥 你別再提他 一說起他, 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 我告訴你一些開心的事 我已經成功找了幾個大財團一起合作 打算把這個舊區重建 成為一個集購物、寫字樓 酒店於一身的綜合娛樂城 我還打算把這個綜合娛樂城 命名為Fanny Land Fanny?我的名字是Fanny? 喜歡嗎? 為何對我這麼好? 因為你是我魏天涵的女人 在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會陸續推行電腦化管理 我們會培訓員工學習電腦 亦會挑選合適的員工 加入新成立的電腦部 只要肯學肯做 我們不管你的學歷和經驗 只想破價提升 今天你是車間工人 很可能明天就是部門主管 麻煩你叫了什麼就出來吧 何永年 鍾正良 張永健 徐忠賢 最後是李善事 你見我 善事 你啊 是我 希望你們可以努力學習 芝萌, 你跟他們講解一下往後的情緣 副廠長…等一會 你們都是換人 我怕我學不會 你為何這麼說 我連大學也考不到 甚麼都不會 是, 會辭乎車廠對我栽培的 沒甚麼學不來的 看你有否決心, 肯不肯學 是呀, 你不懂的話可以問我 我還可以借書給你看 但是… 你聽我說 做人最重要是活到老, 學到老 懂得自我增值 這樣才有能力跟人競爭納足社會 給自己一點信心, 你一定行 看甚麼 嚇死我了 電腦輸了嗎? 你不是李珍吧? 我已經答應接受培訓 當然要認真點學 你以為華珍幫他真的為車廠好嗎? 他有空沒工作, 拖你下水而已 遲早出事了 你說這些事也沒發生過 為何你每次都會針對著他? 凌初全的事他都做得很好 這就是問題所在 你想想, 他現在覺得自己成功 就更得意忘影 你又沒學過電腦, 一點基礎都沒有 要你短期內學會, 說得那麼容易 就是耍你了 你這麼說, 真是看不起我 沒錯, 我之前是讀書讀得不多 但是我不想一輩子都不求上進 震幫說, 做人要自我增值 才有能力在這個社會立足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個好機會 善善,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喜歡學習, 我很支持 我真的不想你讓他繞得妥妥令 他這人是靠不住的 之前惹了多少事 憑他所說的, 你信得十足 我只是講道理而已 我跟善善說話的時候 拜託你不要插嘴 我是副廠長, 跟下屬聊天沒甚麼問題 事事又不是你那個部門 他要怎麼做事, 不用你搞的 我以朋友身分跟他說行不行 現在工作時間 如果有事事的話, 先下班吧 還有, 你記得你答應我嗎 你說車廠出了多少部車 你就找到多少張單回來 先做你自己的事 你放心, 訂單我一定找到的 副廠長 好, 搞定了 這個老闆大經你幫我搬貨 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是真的 你已經沒打過工了 還要義務幫我銷貨 你那些洗頭水工人都喜歡 再說, 又做生意 他們又買到便宜貨, 多好 總之辛苦你了, 下次喝茶是我的 對了, 我婆婆有幾個舊工友 都想買你的洗頭水 不過他們住得很遠 在東五環那邊 只要是車廠多工作, 我走不開 要不你叫你公司的人送貨給他們 我們公司主力開發市區的銷售網 太偏遠的地方 我怕我們的車隊未必送貨 真可惜, 聽起來你也要有多少次 你為何不考慮去擴大你的銷售網 這樣可以多做生意 我們不是不想, 車隊不夠車 那買車吧 這個福樂車好 經濟實惠, 又省油 載人載貨也方便 真不貴一流的銷售人才 不會放過任何做生意的機會 你敢叫, 污衛護理 你可想 那旁大的車隊, 我們沒那麼多資金 你看看這樣行不行 如果你資金不夠 你可以考慮公司供一半, 員工供一半 供完之後, 車就歸員工 也不是沒辦法考慮 真的嗎? 進入房間慢慢談 好, 我帶你去吧 震邦, 我聽電腦班老師說 善事的成績越來越好 是呀, 你有沒有看他怕發臭臭 很有上將心 有空就抓秉儀教她的東西 沒想到你們來了之後 不僅提高了產量 還提高了員工的數字 員工聰明了多少, 我就算不上了 但產量提升了多少? 下個月, 預計可以增加三百架 那第一單呢? 二百八十架, 還沒達標 算不錯了 但是我們說過, 如果不達標 震邦就要辭職 我沒說過, 她想給我教訓她 不是真的想她走的 我們做領導的, 不能說過不算數 不然如何服眾 爸 震邦, 進來… 震邦, 我剛才找你, 今天是月劫 你們還欠二十架還沒達標 所以我就拿了最後一份訂單來 一共二十五架, 比元劫日還多了五架 有什麼本事? 包裝的也好, 真不好看 震邦, 你錯了 包裝的也不是靠嘴巴 靠這裡, 你明白客人想要什麼 站在他們的角度去看 少說比多說 一說就說到重點, 然後就行 你這道理我也明白 我在擔心下個月 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幸運 你還是擔心自己怎麼提高產量 不然找到訂單, 你沒有車讓我買 我走了 你倆兄弟本來應該說我好 現在就弄得水溝油 不是, 現在這樣不是多好 你看看他多有鬥心 不過這個兒子跑銷售又是挺行的 由我第一天坐他的車 我已經知道他是個英俊 你覺得是甚麼? 搞定了, 震邦 沒笑嗎? 這椅子是你買回來的 是呀, 是我買回來給你 真是真誇張 什麼樣子? 這些椅子是設計給老人家 或者體育多病的那些 擔心他們長久起不了身用的 自明, 扶著我, 我摸得太久了 我扶你試試 坐下來… 你怎麼會是所有的? 不好意思, 我是否來得很適合? 你還有什麼不懂? 沒有了, 謝謝你, 秉儀 不對, 這邊好像還沒教你 是呀, 不過這個木馬程式… 這些不用學, 用電腦就行了 老師也是這麼說 不過我覺得挺有意思, 還想多學點 你也挺好學的 其實木馬程式是… 是電腦病毒 間諜程式 你說我錯? 你只懂得用電腦來打電話 這些東西你懂得嗎? 你只懂得用電腦來打字 木馬程式是電腦病毒 你別跟我爭論, 間諜程式 你別跟我爭論 你們別爭論 木馬程式不懂得自我覆制 沒有傷害性、沒有感染力 原則上不符合病毒的定義 不過可以攝取密碼和信用卡資料 又會把你的電腦控制權 交給你的電腦客客, 非常危險 所以有人叫他做第二代的病毒 聽到嗎? 來… 來… 喝吧 你吃個送給華珍吧 我們今天終於剃了他的眼眉 別以為自己什麼都會 是…我告訴你 我見到他第一眼氣 你, 輝瑞, 我就知道 不行, 他經常哄我爸爸 哄善善善 哄到一個人都聽他的話 我最近經常看到善善去找他 你說什麼? 可能去他那裡問他電腦電話吧 好 再見 沒事吧? 沒事 沒事 有衣服嗎? 謝謝 再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